米蘭 誰說意大利球迷一定要支持整個耳鎖 我只支持我的AC米蘭 歡迎收聽米蘭頻道 米蘭 米蘭 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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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鳥王的鳥好準之外 共聚會也值得聽 沒錯 所以就做會員了 記得就要做會員了 我相信EV也會訂連結出來給大家做會員 就是匯豐銀行652-593-039-838 好 那我們米蘭頻道的朋友 記得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就登入我們的會員了 好 那我們繼續跟我們節目內容 因為剛才大家有講到 就是說那個來季主稅的問題 未來的事情我們一會兒會再講 我覺得現在這個氣氛 大家喝到開始有點面紅紅 開始入局了 你沒喝 我知道的 你沒喝 阿索華他真的沒喝 你那杯沒有了 先裝點吧 我沒喝他也不會相信 你也對 不是 他已經自我手了 先看他自拍了 好了 我覺得大家其實 這個氛圍是對的 怎樣去懷面一下我們 其實這一季很多球員都會離開 我不是說離開什麼的 離開我們球隊 特別有一位我們大家都很尊敬的一位球員 效力了米蘭都十年了 不計清分的事 不計借出去的位置 我們由他跑得比小明快 到現在打衝堅都打完的艾比迪 今季將會約滿離隊 應該都是最後一個冠軍成員 沒錯 2011年的最後一位 最後一季 不計加度數 加度數這麼貴 還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 會離隊 沉迷一些新的挑戰 大家對這位前球員有什麼感想呢? 首先為什麼叫小明 跑得快 跑得比火車 我第一次看他 他好像只有十六七歲 那時候肥安盡力派他 是你十六七歲還是他十六七歲 肥安派他上場 當然那時候派了一些小明星上場 他一直自己出去 那時候還是做公王 當然來到又做不到做公王 但是他在這裡的作用 我覺得是一條 又勞,又防守,又進攻,又做公 最重要的是他最艱難的十年 他都留在這裡 這個很值得推崇 那阿崇呢? 其實我對阿巴迪的印象 都不是太多 十年前最深印象就是 一個他在右手邊 一個就是當時的安東年利 是舊的安東年利 是打左手邊的 而那時候兩個都不斷是逆位的打法 那給我兩者覺得 我又覺得阿巴迪是相對好一點 甚至乎我都覺得 這個小明星都有點像卡庫 不過當然了,結果就放下了一點 放下了一點 其實我對他的表現都是中規中矩 不過今年我是覺得有點驚喜 特別是最艱難的時間 中堅沒有人的時候 他改打中堅 還以為打得好 是真的很為球隊付出的 是的 剛剛阿恆都說過 我們最艱難的幾年 他都是陪著我們 沒有走到 因為其實有說過 其實季初有說過 其實上季 阿巴迪應該是要 受到一些美國的offer 就會離開 但是因為 一些球隊上 我們需要他的原因 因為攻擊傷了 是的 我們是request 他也說留下來多一季 那麼會長呢? 其實阿巴迪我們也在說他很忠誠 因為他由清泛 然後直接出去 然後回來 09年回來 關閉的身 西澤哥旗已經回來了 剛才阿松說 其實表現一直都不是很硬 都不是說去到國家隊 那種level 都是一個 但是不是說真的可以去做一個 都是入過一次 不過都是後備的 是的 長期都沒有 大賽都沒有 但是 是一個實用的球員 是 相對於我們這幾年 都沒有什麼特別出色的球員 因為阿巴迪可能最近這幾年都變成了一個後備 我試過我們是迪斯基尼奧 迪斯基尼奧就好之後我們卡比亞上位 阿巴迪也是一個 backup 的做法 是的 是的 其實是尊重他這麼多年留下來的那個忠誠 忠誠 還有我們其實是這樣說的 因為蒙道你和過了 他來岸堡走之後做隊長 其實嚴格來說 最有隊長的風範是他的 不過說真的 因為他沒有一個政選 所以我們沒有讓他做到他 當然那時候你曾經問過阿巴迪意見 可不可以讓蒙道做 阿巴迪可以我們才會這樣做呢? 或者加上一點可能不太熟米蘭的球迷 其實因為當時 A.C.米蘭隊長的任用準則 就是根據留隊最長年期的位置 即是連資 是的 所以當時管理層因為蒙道你和來了 其實阿巴迪才是連資最長的 所以也詢問了阿巴迪意見 就讓蒙道你和去做這個隊長 事實上 蒙道你和隊長成功與否 我相信大家都有定論 而阿巴迪依然是在球隊上 繼續默默地付出 小狼子對阿巴迪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你近年都斷斷了 都沒有什麼時間 即是 你知道現在 你近年看耳甲的直播都幾難呢 幾難啊 這兩年沒有 我經常都看的 我這麼多年看足的 三十八場 這兩年沒有目標很多 我們 我平常這二十年 長長看的 沒有問題的 看法很簡單 我的印象就是斷足足 有時就被扁 有時就看回正宋 我還有印象就是 以前不是前鋒來的 前鋒來的 你先回一會 其實如果說回我自己 我的看法比較難 右翼是有的 早期右翼 然後慢慢改打做左 右翼 因為當時其實米蘭的陣中 沒有一個明確的翼峰的位置 變相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整條路要打完 我對他的看法很膚淺的 就是我當時第一次認識 阿巴迪是什麼時間呢 打機 Winning 唯一一個速度加速率 兩個都90以上 打定Winning Winning 那時 平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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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剛剛那一場 是全場都會新拍了 因為他留了最久 他付出最多 同一個時間 薩帕達都會離開 因為同一個時間 不過又沒有的話 那麼多掌聲 他對他身上 可能表現也有關心 薩帕達都來很多年了 薩帕達都可以的 6年就行了 是的 6年7年 可能也差不多 差不多 其實薩帕達 我也真正地覺得 今季是很好的 好的 其實有傳的 就是說 希望留去的 因為始終 卡特派都要 可能要2020年 才能夠出來 是的 所以 我們中間真的不夠 因為現在在說的是 找誰取得實發的 就是薩帕達 是不是?我忘記了嗎? 沒有的話 就是這麼說 是的 不知道 還要打完這場球才知道 是的 但是 要走也不少人了 一旦再數我們 莫利走 托拉基走 蒙特要走 大當走 其實都走很多人 其實如果以大 不算出場的那幾個 計算了整個大名單 其實都接近有半隊走 有半隊 因為其實現在是要 逐漸來講要換班 對 將我們現在 雖然我們也年輕 但是當中有些年輕人 也沒什麼用 或者已經有三十多人都走了 是 給你又有機會留的 因為如果他 他都走了 減薪 其實可以留的 還有什麼 年輕化是好事 不過太過年輕化 會不會其實也不是太好 正中沒有一個老大哥 只要除了年輕化 這兩年 你經過上年中資 然後現在又換了 你有一幫新的 很大小的一幫人進來 始終舊的一幫人 始終都要換 經驗 剛剛我們對球 其實主力的陣容 24歲左右 跟阿貞傑差不多 屌你,是A4的老人院 這個真是 沒錯 但是 年輕好的 大餐經驗 阿貞傑是輸什麼? 輸經驗 輸經驗 其實如果阿貞傑在最後的 報時的一段 球交旗滑落地 拉一下筋 這樣已經有決賽了 電啊電啊 就是這些了 就是可惜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 有一段時間可以滑呢 就是因為輸經驗 甚至乎 其實年紀對於球員的 心理質素都是很直接的影響 沒錯 是的 今年很明顯 很明顯 你見到機師 巴卡藥膏 都有些很魯莽的行為 甚至乎隊長 你講回阿松 應該講 舉球員的事 浪費 或者跟巴卡藥膏 是不是直接波波都不穿 跟加到數 說什麼我不出賽 其實這個就 有些爭議 這個到現在都沒人知道真相 有些什麼事 加浩素在那場球 就說他換了七八分鐘 換不到對PAC 其實我們看回現場 都是兩三分鐘的事 這個就很難 因為加浩素又 又很緊張 又在忙 這樣 接著有什麼開車 又有什麼塞車 這樣 遲到 真還是假 那不再看 不知 我覺得 穿越來風 是未必沒人的 是啊 但是你說 至於球員 是否真的有這幾件事 做完 那我個人覺得就 是未必的 不過我們 我們未免太 對一個年輕的球員 太大 這個 叫什麼 不是太 就是帶著期望 你想一下 基思義只有22歲 巴卡藥24歲 如果你作為一個公司來講 這兩條是Fresh Grat 是吧 就是沒有腦子 都不出奇的 路馬的口問出來了 是啊 那我們就要看看 怎麼教他 但是 隊中有沒有 有沒有一些 有經驗的球員 帶著他們 或者是領隊 領隊的那個角色 就是教練 Coach的那個角色 那可不可以幫到他呢 那我們就要說回來 因為 可能隊中最大年紀的 比基利亞 比基利亞都經常 就是抓著 巴卡藥哥 或者他們去吵 因為其實在外隊裡面 那時候講過副隊長 其實去年就是十九邦 副隊長就是比基利亞 就是今年可能是 不過是徐薇雙 他們有沒有 還有阿巴迪 這些幾些 有沒有做出他們 一個年長球員的工作 去教練呢 這個我們要看分 但是其實某程度上 就是代入比基利亞的位置 其實很難做 因為其實比基利亞不是 真正穿著紅色球衣 的日子不長 17年 他帶著一些可能 由青分上來的 我沒有說誰 青分上來的球員 其實他在米蘭的連接 未必令到那群球員信服 其實我一開始是覺得 這個角色是要加度數去做的 就是你想像是一個留住米蘭DNA流血的人 其實你又不是一個很老的 去領導這個事 40個 其實我想 米蘭找加度數做教練 你一刻除了迫於無奈和無可內寒之後 某程度上就是想去帶到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 如果在前一節回顧加度數 或者米蘭金桂 我覺得某程度上是成功的 其實是帶了一些米蘭的理念 那個血液給那群球員 他是做到的 是的 但是 外於這個戰績 或者執教上的那個能力 就是這個 我們是 不足的 最不滿意的地方 致命傷或者是 或者我們最需要的東西是這裡 其實怎麼平衡兩者呢 就是 因為剛才我們中場 休息了 休息的時候 阿崇也講過的問題 馬電尼的那一步 究竟他們的責任去到哪裡呢? 是的 甚至是馬電尼究竟 他其實是不是要多做一些事情呢? 譬如干預那個牌陣 好像是以前老闆做的事情 好像以前貝魯年代那時候 明明431的聖誕樹陣式打得很好 不過是要打雙箭頭 那這個是 不過我是想說 其實是不是現在這一刻 更加應該要有人少少干預一下呢? 尤其是加到數量那麼差 或者不要用干預這個字 是站出來告訴大家 怎樣才可以直接令戰術 去到一個對的方向 或者這樣說 我們有兩個director 馬電尼不想做吉祥物 但是在兩個同一個角色的情況下 其實他可以做一些吉祥物 我暫時看到馬電尼做的工作 就是在訓練環那裏就 要多給壓力給他們 對 說一下 但是相對於馬電尼的戰術掃養 又去到哪裏呢? 去到哪裏? 可以去到哪裏 去到那裏當然是最頂級的了 是的 但是怎樣傳輸給那裏球員 另外因為他不是做教練的位置 沒錯 他尊重教練其實我們都尊重的 也不想影響到教練的朋友 但是起碼正如剛才所說的 你究竟會否適當時出來罵人 還是出來鼓勵一下人 或者去同一個交友組織 做什麼時間出來做什麼事 因為我們有兩個大學台 其實兩立道很有經驗的 馬電尼你想學的可以跟他學 但你定外可以做多這些事 練習時都可以提點一下 沒錯 尤其是當時還要右手邊打到左手邊 到最後打到中邊 整個場打完後方位置 由左中右全部打完 但其實他平時練習時 去提點一下後輩都可以 我反而形象再鮮明一點 我覺得在波裏面 我反而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當然director的位置很重要 但其實有一個轉捏點 就是萬一如果加度數 其實都不是萬一的 真的離隊加度數 其實一個好的領隊 甚至乎一個有經驗的領隊 是可以取代到剛才的馬電 是需要做的事 那就要看米蘭有沒有辦法 找到這個人回來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覺得 你如果外面找一個人 就當你找沙利進來 那你一定不會有一個 首先我剛才說米蘭的DNA 每一種熱城都可能是很現實的 我講的戰術 你不行我就走了 但這個可能就是美國財團要的東西 可能是 所以加度數走了之後 加度數有的東西就是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形象來的 加馬電是一個形象來的 你要換一個領隊 可以打好鮮明的戰術 我可以的 其實我很拜光地的 但問題是 如果你現在沒有這種人選程度 你又不可以換走加度數 那你是不是要 我想到另一個比較跳脫的想法 會不會即使今季 我們很幸運入到前四 歐聯位置 那麼要解僱加度數 難的 那麼會不會有一個折衷小的方法 升加度數上去做總監 做剛剛我們說的 有可能的 你叫他做文書 他的樣子 對不對 其實加度數 他表現出來的戰術是差的 但是他執教能力 就是說跟球員那個 控制的能力 是OK的 其實在全羅馬都考慮他的 因為托迪也在考慮他的 這樣 那麼應該有人要他的 因為其實嚴格來說 以他的 現在所有人腳 帶到他這個位 或者托迪也在歐聯 其實都有人欣賞他的 有的 我相信是有的 咦 有球迷留言了 不好意思 拉一點點出來 剛才我們不是說薩帕離隊的 今天全班出來薩帕U-turn逐藥 對球隊來說應該都是一件 好事 因為有一個不甘願打後備 而又會這樣陣陣 對 你會覺得他出來的 我扣街 那麼長年 不用看了 你不會這樣 以前是 以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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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了一個認真模式 美思也過不了 對 對 但是整個季才吵一次戲 大哥 好 但是他真的 他不介意打後備 這個很重要 對 這個很重要 那說回說不介意打後備 大家覺得下一季 其實因為我們剛才說 離隊也有一半的人 亦有人回來 對 亦有人回來 剛才亦有球迷說過 怎樣看A.C.話回來呢 大家 我 垃圾 是 我先聽阿朗智說 呃 看看他的心態 是否覺得 甘願在後備 他甘願的話 ok fine 即是如果他肯在後備 ok的 留個戰力在那裡 是 但是 立法我聽到突然說一句 呃 我覺得 在暑假的時候 我們買不買人 如果不買前鋒的話 那真的沒有辦法 中的辦法 因為我們現在陣中 其實只有兩個正戰頭 比安迪 比安迪 還有阿古仔 你可以 你可以說兩個半 就是 波連尼 波連尼 但是全兩波連尼都走啊 最好啊 哈哈 去哪一隊啊 就是我 你隊 衰點說句 我不是一個米蘭球迷 但是聽這個節目 我都知道 波連尼在任何一個位置上 都可以當0.5時使用的 喂 頂你 剛剛過一場 龍波山在那裡 剛剛過一場 他有兩球 頂頭除波 我都不知道頂不軌 下半場 然後下半場 飛機 12個馬點附近 喂 你有沒有搞錯啊 作為一個前鋒 這一下真的不開月亮 還有我們羅馬利文普車路士 那麼多球隊的前鋒 明星級前鋒 應該這個CV 可能今年不打得後衛多 可能變得後衛強 打閘多 說回A仙華 我就覺得 今季已經告訴你 上季我也還說 為什麼經常不出他 今季告訴你 其實他有點見底 但是不可以說新思浪 我覺得 快快點不是一個問題 問題是 他覺得自己不是快快點 你看他有很多在西維爾 出來的新聞 其實他仍然覺得自己是一個 施浪接班人 變相是他交不到 施浪的成績出來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說施浪接班人 但是 今年西維爾台 ViuTV 報很多西維爾 他有看幾場 真的他表現一般的 說真的 對 很多入球的 我忘記他有十平手一球 小廣子 我忘記了 你說什麼時候 是啊 今年 即是在2018年裡面全部入球 2019年他入了一球 是的 我記得 這麼多 都是一些有一點點 時樂引渡那些球 或者叫撞入 技術含量 不是說泰哥 你不可能會看到 說舒夫真高以前那些 扣一下扣一下自己扭兩個再射 不是那些 他是剛好時刻撞到進去的那些 而你剛剛說 A.C.華入了多少球 10球 11球加起來 但西甲就9球 而波連尼 我想說波連尼 今季就暫時入了2球 上季就入了2球 兩季加起來入了4球 不過他就長期打前鋒位 今年波連尼 我記得打了一場前鋒 對安波尼 是的 因為那場 我們死了前鋒 但是你有這麼說 波連尼入球 波連尼那幾場是重要的 關鍵的 他們都是關鍵的 也是關鍵的 就是他平時不出招 一出招就拿你命 波連尼很明顯就是 一張次子 一條底褲之後 他再撞 但是因為今年 譬如我在香港的廣播 都有些不太熟米蘭的廣播佬說 說波連尼入球率很低 我想是前鋒 其實波連尼在我們對球裡面 都是長期一個右閘 或者一個左翼的位置 對他入球的要求不要太高 那其實波連尼如果直接跟A思華比較 在前鋒上來說當然是A思華 那是的 什麼都還 剛才阿崇說的就是 因為加上我們現在受到 這個澳洲修業的祭爪 在錢方面 那樣 如果他肯回來又打後備 我們又不用另外花錢的話 那都可以的 還有重要是 也不需要付錢人 還有A思華的人工不高 嗯 剛才聽眾阿菲利普有說 其實A思華因為人工不高 嗯 他肯做後備其實是好的 是的 但問題是否 很難來講 我們一年裡面 比安迪不傷 固制不傷 或者我們需要打雙箭頭 在輸球要滾上去 其實是有用的 如果雙箭頭的情況 我覺得球隊起碼有四個潛覆 但問題是A思華 正如剛才說 如果劍底 你劈他出來 你都覺得沒有信心的 那其實是沒有用的 就是劈他打後備出來 你覺得他出了 你不會入球的 他都有入球的能力 他有一個能力 他不是卡尼能力 他不是卡尼能力 但他已經去到這個level了 就是你這幾個月 19年只能入球 如果我們不是希望 他做一個正射手 做一個Z球的中方 有比安迪在這裏 我又可能是適用的 就好像選案子一樣 取決他的心態 他的心態 他想回來 不是搶正選 因為他講過 早兩個月 還在訪問時問過他 他就說 我回來要做正選 不然我就不回 如果是這樣你沒有回 他可能現在看到比安迪 一季就成三十球 就是全季 不是現在也加了幾個杯賽 一季就成三十球 都不敢這麼說 還有剛才譬如Dennis 聽眾都說 如果我們要打雙箭頭 那問題是 可不可以有A思華 我們不是長期打雙箭頭 沒有 戰術也是影響到 譬如我們繼續打4-3-3 A思華的位置真的沒有 你不會找他打成錢 但相對地 如果我們要轉打4-4-2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理由放棄 一個所謂的當家球星數數 不會 所以不會是一個長期的4-4-2 所以戰術是很影響下距要什麼人 你如果不打4-4-2 你要A思華的位置 他不會打雙箭頭 或者這麼說 打雙箭頭不會 還有大家對於古仔的愛也很高 希望一個青山仔 青山仔不希望 可能大家都會放青鮮古仔 會 上位上位多一點 但其實古仔開始慢慢的光芒 都淡了一點 在Beyondi來了之後 很難 沒辦法的 因為我們去年兩個廢柴前鋒 故仔彈出來很正常 今年有Beyondi 那怎麼都要先走 下半季是可惜一點 上頭半季是好一點 怕著 西瓜肺嘛 西瓜肺嘛 是啊 其實古仔好其實只有一個肺 你也不想這樣 因為其實古仔在這麼年輕的情況 要找他出來踢我們的正選 其實是無法選擇的情況才是這樣的 因為卡林來的快 A思華 或者可以這樣說 其實米蘭球迷對古仔的期望是過高 即是高於 因為他其實是年紀 甚至是他的原本未彈出來 在球會的地位 其實是不應該有這麼高的期望 很難說 因為他上季 季初真的突然間一個大帝都出來了 他珍惜到機會 是啊 那你一個人能夠入球多 大家就對他騎人高 是啊 年輕的 因為意大利港在那期 是基亞莎和他 現在多了堅欣 堅欣 這幾個都是 在彼洛迪之後的下一 他第一年是二十四五 不是 二十六 二十六 都很年輕的 都很年輕的 他這一代再下一代就是他的 那意大利那一隊是靠他們的 真的 如果真的靠堅欣的話 混蛋 不過如果我們講過的故事 其實 剛才說的 我們有一場對國米 開始打4-4-2 其實也是真的放山了 打兩個前鋒是很明顯放山了 是 古仔或者比安定 輪流落底 他們的奏位是很順暢的 我們沒有這樣的機會試一個4-4-2 而我們永遠4-3-3 要古仔打正前鋒的時候 他被人摸死了 但是我們沒有戰訊 工人入不實 不要講那麼遠 講回剛剛那星期的日子 對法湯同來 就是工不入換入 巴卡約高 換酒 換酒 然後的古仔進來 那直接就令到 這個戰術調動是很值得讚賞的 所以不要說古仔是否正選 就是一個後備落場 轉陣我們 一個後備殺手 放 或者不是殺手 放山了 場面 就是 不用兩個mark 死了 比安定 其實如果當兩個mark 死了比安定 其實 要進攻是很難的 因為你永遠打笑一個人 是的 但是 回歸回剛才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如果長期都是4-3-3的時候 4-4-2只不過是用來變陣的時候 我們好像真的沒有需要 A師傅反應 是啊 是 A師傅就真的沒有需要 是的 那 馬蘭既然現在說的是 說西威爾應該是彈中的了 一定是回來的 一定回來的 那會不會 不是 最重要的 我知道你相信我現在是 其實我們沒有錢了 是啊 套現 A師傅可以交易錢了 是啊 你要交易了 然後再跟他大陸 是啊 現在就全狼隊 現在是英超球隊給你錢 三千多萬米 在英超買一條廢棋 都二千多 三千多米 買三千五過去就差不多了 還有狼隊和區經理人都有一些 怎麼會好呢 迪斯 都有一些關係的 那開了四千萬米 我們被他押到三千五 三千五 那三千五二甲 應該很用 是啊 在英超 散指而已 三千多米 是青年軍而已 三千多米 好了 A師傅以外 另外一個 米蘭下跪 其實應該都會是一個重點的收球 新思 那其實大家對新思的球員 有沒有什麼印象呢 沒有看 一個比較新的中場球員 零細頭 零細頭 那一隊都是一個新進 都好像入了木齒 零細頭 零細頭 也都是薩斯蘇羅 一個中堅 但是因為其實剛才 我一開始節目有問過 用盧卡加錢去換 Patrick 說 你不是否定這個轉會的 其實你的看法是怎樣呢 因為其實盧卡都是一個 A師傅以外 曾經求不是很抱予希望的一種角 盧卡是我們高估了 高估了 他自從射交了組機之後 那個表面都是普通的 那一隊薩斯蘇羅 都不是一個長期的正選 也都 是的 不過一千多萬 一千二萬就好像 好像低就掉了 真的低了一點 好像交給他加 不過新思 其實你隨便取代4號 11號 18號 找一個人來換一下 不過有可能現在是說的是 取代巴卡的高 正選 是的 不知道夠不夠 夠不夠級數呢 老實說如果還是加度數教 當然是最重要有得出 你買什麼人回來都好 你給他要出 其實二千多萬 可能都是拖鞋機 要去你的服務 是的 譬如拖鞋機 跟拖鞋機一樣 我覺得最深奧就是他出來打架 全場的精華 全場的精華 一個社團都來氣你的人 但你還幫社團打架 那些人很深奧 其實隊長打都沒得打 沒有召喚他進來 不是 他直接跑下來 什麼都不可以 上Q也過不了 關 截住他 先生你什麼事 莫莉呢 莫莉不留隊 大家會不會學會呢 因為其實他季味 季味出來 其實真的有一點實力 是的 其實可以給他多些機會 莫莉 莫莉是的 雖然大家都知道他玩IG是厲害的 是很厲害的 KOL來的 但是加勒素 丙他兩下之後 我們上場看到他 真是臨為壽命 是很表現的 其實值得多些機會 不過在季味才這麼說 對於很失望 這些都是我們 是吊交加勒素 是一個 冰棒來的 是的 用人只懂得用環保 沒錯 他已經換人 我們大家猜到了 就是換垃圾出來 一天就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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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累來 然後有時候故事 無緣無故打一役 有時候輸了 沒有 是攻不進嗎 故事 都是很悶的 你打FIFA就悶的 打FIFA就悶的 我打FIFA的故事就算了 沒有第二個就行的 真的 真的 那其實如果以換人 或者買賣球 差不多就是這一類型 因為其實如果以回A10萬 未來應該說的資金不多 也都FFP不知道過不過得了 變相歐戰也都未必有 應該過不了 FIFA 如果他過不了的話 其實會不會歐聯 真的萬一輪到前世回來 會不會和你打官司呢 打官司一定會 現在在說 可以不可以 進入到歐聯 我們就多一點錢 就不同的計法 因為現在 歐章血叫我們如何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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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share 因為我們 在15至19年都虧錢 是 是 其實很難的 你一間公司連續 虧了5年錢 你突然要去證明財政健康 其實很難 但是你進入歐聯 有一個 第一班先收入 一定不會 你不是踢到6場歐洲賽 轉播費 始終他 即是你不刻意 滾了米蘭對和馬 是的 那你會轉播 抽中 米蘭對一段 不知道什麼鬼魷霸那些 不知道什麼 莫斯福 F9 1 這樣 屌高達 什麼佛家 所以你對黃馬 你對巴塞 那你多了兩場 也有球迷問 其實 大家怎樣看 因為現在最好是他先去解決 我們一天沒打 一天都不認輸 我們有機會入到歐聯 有 下季 萬一真的入到歐聯 如果真的輸了6場 被人真的獻勢 被人炒十球八球回來的 大家覺得值不值得 有什麼所謂 沒有關係的 我們要入到歐聯 然後過去聯賽 起碼告訴你 我們去回前四分子 下年目標是前四分子 打下去 如果你繼續第二次 再打歐聯 都還是輸 那你就真的問題了 Gimmy說 也有很多在網上 在我們Patreon 看到很多人留言說 為什麼我們打得這麼壞 入到歐聯被人炒 就是因為很多人都不覺得 兩樣東西來的 那難道莫斯科中 在那邊的軍方開 我們說不出去被人打 不打 輸了 我們不是雙手 我們先去 Gimmy的手 你救我那隊 我們連連都說 你都是欠第四 入到去 你不是十六強走 剛才是 那就是連連 連連入到去 你不是入到去 那又怎樣 你過完 又是黑 以這些說話 我們聽了幾十年 三幾年 我明白 AC萬的球迷比較少 這個情況出現 要不可以打冠軍 要不可以打 所以就 一進去就欠冠軍 所以告訴大家 有時候的東西 要開始煮一煮 在這個時勢 整個地球都是一樣 其實是很精靜的一句 有一條你 要不要 就是 現在在這裡呈現 為何那麼多球迷 我老婆聽到 這次的題目 當然 我老婆 這次的題目就是 誰都是許智安 這個是我們不是的 都是這麼多 我老婆聽到 我們這邊有加三個不是的 我先拉下1號和7號 其他人可以選擇 就是 我們覺得打勾聯 不是為免 不是為贏 是要為我們整隊球 要告訴別人我們是歐洲前列 我們回來啦 不會跟你說 索格蘭沒有 但沒有 我跟你說 喂 我不要出去 被人拆 就是復興的 復興的第一步 我特地為何會帶出你的話題 因為真的很多人在購物會的PATREO這樣問 還有我這樣想 反而我想去打到歐聯 然後分組賽 包尾出局 我那段時間 為何這麼說呢 就是去到11月 11、12月的時候 包尾出局 就有藉口炒加盜數 就好了 嘩 你真是混蛋 你做個CASE 出來炒你 你不如記錄我們打得很好 在小組賽拿第一 跟著別人挖走加盜數 都不行 對 都可以 都可以 是的 最理想的就是 今個星期我們 有21%的機會 進入歐聯之後 加盜數自己也不做 不過這個機會比較小 這個機會比較小 或者我們的老闆 都想換人 因為不代表拿第四位 歐聯也不炒的 是的 但是這個機會比較小 因為始終你沒有了一個藉口 反而我覺得是 有機會 但是 外於下一個接手人 有沒有這個存在 因為剛才我們分析過 很多隊都在搶一些好教練 明白 是的 市場上真的不多 是的 那 Gandai被人包了 那沙利車仔日有可能留他 也說不如應該炒 因為用林伯特 那早記正在等 那早記到現在都還未講 因為今天 新鮮 今天溝傳就說 Gandai Ruan 那些 沒有玩的 Gandai Ruan 萬錢之後都不知道 Gandai很爽 所以最大的焦點是 早記找什麼人 是的 都是 譬如你說 如果我們炒加盜數 換迪法蘭斯高 那不如 算吧 那要沙利回來 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呢 其實我想沙利尼 我個人反而不太太好 因為沙利尼的說 其實他的戰術打法 A.C.問現在有沒有人可以 不要問他有多少人可以做 是有沒有人可以做 不是 我又不覺得 因為他來東洋買人 現在一半就走了 也是 但是你相對地 可能一些現在有正選的球員 未必適合他 我們現在對球員 反而年輕人可以變的 人比較大 那個打法OK的 我覺得是 是的 就是他 來不來得到 我們有沒有資格請到他 他動呢 反而是一個 對 我想他去到這樣的程度 都是想贏球 是的 那麼我們有沒有找到一個環境 給他贏球 贏球呢 就是一些名稅的關鍵 因為他們來到就不是糟糕的 就是不是肥安 肥安真的有一點點 正當 是的 咬老本 其實他有一點點 就是你看沙利拿九十九十分 肥安拿七十幾分 是的 雖然第二 但是那個含金量 他就差很遠 是的 其實沙利跟肥安直接比較的話 肥安真的開始 肥安 我們要炒 因為我們那次 肥安雖然是我們的叫做 公分 但是我們最後那年 都是 一些球迷 不是我們有些球迷說 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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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反規 因為都是有一點 有一點迴世堂過氣的感覺 缺席到他的戰術 是的 不過去到黃馬 都拿到歐聯 歐聯 去到拜仁 拜仁 非馬馬都教到 甚至後面 藍波利一開頭都可以 不是 他車仔跟PSG都可以的 肥安這些 沒什麼可能的就不特別看 盡量都不要再叫做 我們試過兩次 翻兜教練都是失敗的 交給我 上了球員也失敗 卡加加分斷 卡加 還在工作 還會失敗 卡加加都 阿 Х 嚴ent 百塊 三個都 陰謀論就是當時為什麼會賣舒夫珍的車路士 就是因為其實米蘭那時候有個米蘭實驗室 就說其實舒夫珍的競技狀態或者他的商業已經影響了他的實力 某程度卡卡都是 卡卡都是 這些我們陰謀論的東西就不行 因為米蘭講回這十年八載賣出的球員或球星 都沒有什麼賣錯 沒有錯 賣完出去都是比較差 沒有 誰賣完出去是有 不是 地方不是我們 不是 2006年那時候舒夫珍高走 2006年那時候車路士阿巴莫日子 一向都是嵌舒夫珍到的 他們都是他的老婆去購物 他們都是東北輪 說過久了 剛才提到的迪路非有沒有機會回來 很多球迷想他回來 反而我覺得有個問題就是一些球迷 第一我們很熟米蘭的狀況 但是有些球迷不熟 我們其實說的是 為什麼成績不好 或者是為什麼 為什麼成績好 很在乎一個字就是錢 是 對付費奧太貴 對付費奧如果來 我想四字後就走不了 是啊 之前還出現這個幅度 要三千五以上 那三千五我們 巴西那些都未必 未給錢賣 那些不一定會 對付費奧更加未必會 那變相地 左翼沒有人選 球迷在巴西找過左翼那些 如果又找過類似柏基達那些 那些 不過華盾那些都 不過華盾那些都要三千萬 是不是 不要去英俊找人 不是 巴西那些 那些國腳級的那些 可以不用想的了 基本上 太貴了 其實那時候誰找到卡卡 這個真是 卡卡利好合同 卡卡利好合同 六八五十萬 所以現在不是一樣 找到泰基達回來 是啊 好像都是你有運 有運 現在還要找到泰圖呢 當年 那個 買回來吃了老闆的女 那時候OK的 OK 就是OK 種肉之後就不太多 事後的事是時候才算 還要那個時候我們是沒有了前鋒 是要等阿柏圖鴨仔 舊不知十六 半季 半季 二後生日 他住不了差 就跟操 去到一月對拿玻璃那一場 就立即入球 立即入球 跑得很快 進入第一球 那時候還要哭著 整個心 我們那邊有個免費 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 誰 WELLBACK 他肯來我又不拘 那時候 我覺得很拘 我就覺得很難 大家都是阿絲路 我寧願要去 我不要梅斯達菲 那是 啊 就是 你進不了球 都不會失球 再不是 你給我們一個 我們清佛美洋 我們OK的 美洋 美洋 美洋現在當輪到家 養不起 那時候說要回來 那時候我都說不要 所以剛剛說的 我們這十年八咎 放棄球員 最 最 會上位 只剩下美洋一個 Papa順不住 誰 Papa順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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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 那一期真的很慘 阿沙比也是 就是他同期的 Papa順和阿沙比 其實阿沙比跟我們 的關係都很好的 一直 我都不明白 為什麼會有人說我們反他們 有時候反過 有 有些人說 打厚水戰而已 是的 今天 A.C.米蘭頻道 跟大家回顧了很多 今季的一些戰績 很好奇地 我們竟然還保持歐聯的希望 大家記住是禮拜日 即是翌日 即是翌日 凌晨兩點半 即是看完上班 好 那麼多位如果做老闆的 你們公司是有米蘭球迷的話 那就要心理準備 那天有人射播 好笑的 應該 如果真的入到歐聯 你出來晚上 星期一喝杯東西 你說入到歐聯的意思是什麼 咦 星期一喝杯東西 星期一這個共聚 不聚 上班星期一 喝杯東西 沒錯 我們前排 現在球迷會幫我們會員 訂了一些米蘭的香檳 好像有些會員說 很堅定地 不知道贏哪一場才可以喝 但到現在都未開到 因為未有東西 令到這支香檳可以開到 反而有很多機會 是曾經想拿這支香檳 丟水 沒有 未來星期日的凌晨 都會有機會 開香檳 對 色體的米蘭球迷 你們色課的 記得要留意那一場課 下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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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上來的應該已經是完季 完季 那就會和大家再聊一聊 整個季 整個季 又有個小總結 或者打追也可以 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有機會 打追還是說 當時這樣 我會準備籤筒給大家 我會開定視像 看看誰抽到最長的 我會知道 就自己脫褲了 你們共聚會要喝 我真的 我犧牲YouTube Channel的收益 我真的犧牲YouTube Channel的收益 我真的犧牲 可以找你的女友給我 你說你老婆正在聽 給我們的食物 她喝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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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怎樣呢 如果我們有機會 真的入到歐聯的話 應該叫何總科砂幾支 沒問題 我跟總科砂幾支 我跟總科砂幾支 雖然她是PhD的Fans 她更好 我們入歐聯她少對對手 就是 是不是 所以今集的米亞頻道到這裏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次再見 CHAO